你这玩意啊 什么小玩意啊 不玩 你这玩意结束了 各位先出去吧 你这玩意啊 不能拍照 别拍了 你这玩意啊 冯小姐别来无恙了 你 你放开我 放开我 别让我这种人 脏了你的手 小气 还记仇 我真的不知道 你这个大脑 到底是什么构造 其实我一点都不生 你这个奇葩的气 我气得是 你居然这样怀疑你的朋友 朋友 难道你没把我当成你朋友 我可没说啊 算了 没什么好说的 再见 对不起 你 你 你说什么 对不起 大 大点声 对 不起 啊 能不能有点诚意啊 行行行 袁静 我 喂 你们到底有完没完 这是花样为什么闷死了 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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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 你站住 重要人怎么不道歉了 快 跟我道歉 大财生病 快放大财 你是你 你是你吗 让开吧你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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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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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我冤枉啊 冯小姐 看起来人模狗样的 写的小说却是狗屁不通 尤其是那个皇帝 哪里都比那个和尚好 这女主角 她怎么就跟和尚私奔了呢 你 说出来也好 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吧 对于你的小说我想说得太多了 怕伤你自尊 所以算了 你不做生意啊 我怎么给忘了 你那个店根本就没有生意做 你非要这样吗 我来这儿可不是跟你吵架的 不过 我倒是想问问 你到底是怎么了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或者有什么难言之隐 难言之隐 你们写小说的是不是都这么 印象天开啊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们两个碰上了 看来聊得不错啊 话不投机 伴趣多 早知道就不来了 我看哪 是不是冤家不巨头 既然都来了 快坐下聊吧 坐下来 来 Как你看 我带你 芬妮 我来啦 傻子 救命 给我放开我吗 来来来 三皇叔 我是元星啊 三皇叔 我的花 你能不能轻点踩我的花 轻点 是这样轻吗 你要是再敢踩我的花 我就让你的小屁屁开花 给我 不敢 等敬你是皇叔 只为了罪敬你 你竟敢如此大不敬 大胆 犯了 烦了烦了 现在的小孩 都被宠成自己叫皇帝了 你 本来就是皇帝 还不快跟着跪着 对呀 跪下 算了 算了算了 赶紧把我的花给我 快点 看来你跟着颜色挑着啦 你 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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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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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皇上 什么人啊 大灯狂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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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布 怎么了 帮忙啊 老饿 扶生 你 你陪我画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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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 皇上 皇上 白剑 太上皇 什么情况啊 白剑 太后娘娘 冯昭爷 柳儿 王昭乙 我的天哪 我的妈呀 我这是在做梦吗 逃不逃啊 解答啊 柳昭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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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儿和小女 我也是 柳昭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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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听你们啊 柳昭乙 柳昭乙 这是谁家孩子啊这是 不知道啊 怎么见面就暴徒啊 快 先进来 不是 妈妈 你们先过去 出去吧 请问两位 这是你们的司生死吗 各位 先出去吧 李国业长 消失那么久 是跟芬妮小姐的快饮具吗 妈妈你们先出去吧 你们是和这个孩子一起消失的吗 不是 不是 你们千万别误会 你别误会啊 不好意思 去 跟我们先出去吧 三匹三区待着了 先出去吧 什么午后啊 我不认识你 我是小儿啊 什么小儿啊 五王 你这儿小儿 各位先出去吧 我是小儿 不能拍照 别拍了 小儿 你别拍照了 别拍了 放开 不能拍照 各位 先出去吧 两位 跟我们再说说吧 是啊 说说 他跟我们没有关系 他没有关系 好了 你们认错人了 不能拍照 够了 放开我儿子 你们干吗呀 吓坏了我儿子 你们哪个电台的 我要告你们 我不是 这是 对呀 这小孩子玩过家家 你们捣什么乱啊 这真的假的 爸今天的照片 都给我删了 父子我告你们 欺罚儿童肖肖权 不不 这不行啊 对不对啊 欧宇 把他们都赶出去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出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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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放开 出去吧 出去吧 皇上 你 跟我走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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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小火了 李 李 李 太后娘娘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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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死我了 冯丰 李欢 我彻底被你们弄糊涂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还不清楚吗 就是这个居心叵测的女人 串通团伙 利用我们来打知名度 像你这种不入流的 过气携手 你这么做 你是想提升知名度 你想博位 你想出名 你想疯了吧你 屡次三番挑战我的底线 你 好了好了 冯丰 芬妮 对不起啊 刚才那个小孩 是我一个朋友的孩子 他跟亲戚 来自乡下小地方的 不懂规矩 给你添麻烦了 抱歉啊 不过你真的长得 跟他妈妈好像啊 他肯定是想妈妈了 所以才会认错人的 我带他向你道歉 对不起 我倒没什么 我反倒感谢你 帮我解围了呢 可是 就算我跟他妈妈 长得很像 也不可能认错啊 他妈妈人呢 他妈妈 肯定是遇到了 特别的难处 才会把他托付给亲戚的 他虽然待人刻薄 但是待孩子 还是一等一的好的 不到万不得已 他是不会离开孩子的 果然是写小说的啊 编辑过出来 都不用打草稿 还这么地理直气壮 闭嘴吧你 随便你怎么想 被害妄想症 不过有个事 你可是赖不掉的 就刚才那小孩 千真万确 就是你的肘 你不能不认 我的肘 就是 要去